NEO 聊世紀天梯的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日本人對上勃勃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遊牧地圖 好 遊牧地圖單挑是比較少見的 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頂尖高手 會怎麼打遊牧單挑這張地圖 好 先來看一下紅方 他的點位是選擇在12點鐘的方向 這邊日本人的遊牧開局 他的優勢是蠻大的 因為他的捕魚速度 漁船 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日本人前期的目標就是要趕快伐木 按出第一艘漁船 一開始也會先去蓋碼頭 然後蓋個房子 然後捕個魚 這邊一定要記得把這個碼頭 蓋在這個海濱漁水旁邊 這樣子待會臭民去捕魚的時候 就可以把肉直接碰到這個碼頭裡面 所以日本人在前期的一個捕魚優勢 是非常巨大的 中後期的日本人在遊牧也可以打塔弓 或打劇情同時機的陣地戰 或是打馬攻路線 都是蠻適合日本人在遊牧的發揮 接下來介紹一下伯伯仁 伯伯仁最大的特色是 他的村民的移動速度很快 但是他的船艦移動速度也很快 所以伯伯仁在海陸混合圖來說 也算是一個很優秀的文明 所以伯伯仁在打陸戰 海戰都有一定的發揮效果 而且馬舊單位有八則優惠 後期轉駱駝弓兵也可以克制日本的馬攻 所以整體來說 日本人這邊走馬攻路線 很容易被駱駝弓兵給克制住 那如果對方走駱駝弓兵的話 日本人就可以走戰毛兵 或者是強奴路線 那我覺得如果這邊真的轉弱弓的話 可能日本就不能走馬攻路線了 肯定是被打到頭破血了 所以用日本武士步兵路線 配上這個箭塔 塔吹可能會更加適合 好 那兩邊都是遊牧開 那這邊綠色也是在左邊 補下了第一個漁船 OK 大家都是先第一時間去補下自己的漁船 那這邊要稍微去看一下野外有沒有豬喔 那這邊要確保木頭夠 讓自己的漁船不會斷 好 這邊趕快補一個織布技術 待會看會不會拉一頭豬過來慢慢吃 兩個人吃一下 補下肉 不然伯伯人這邊可能會斷肉 好 趕快把這個豬拉過來 好 一個人 一到兩個人去吃 先把這隻豬設食 好 OK 然後再繼續三個人伐木 兩個人吃豬肉 那這個就是遊牧的前期的一個小小細節 好 那這邊要手動放肉一下 好 差一塊囉 OK 稍微TC 閒置了一下下 那還行 好 左邊這裡呢 漁船還要再繼續 繼續按 然後這裡大家可以還要再補一個房子 這個漁船繼續按下去 那待會有25木頭 就可以去補一下房子了 好 那前期的操作細節 大概就是這樣子 因為最近有觀眾在問 欸 遊牧的前期配置到底怎麼配喔 好 就是一開始把所有人伐物 那大概5個人穩定之後呢 第六隻村民去拉眼珠 好 會去吃這個什麼羊肉之類的 好 這個肉吃一吃會比較好 但是在遊牧地圖來說 羊是一個很探圖工具很重要的東西 所以也不會去吃羊肉 但是如果你是新手狀態 在帕幽斷村的話 那你還是把這個羊肉給吃了吧 那我還是比較建議把羊拿去探圖的 好 那野豬這邊拉回來 吃一下 那繼續吃 那這邊後面的流程喔 就跟海陸圖其實差不多 就是一直按漁船 然後補村民 記得不要斷村 那如果是要打一些特別的封建 打海戰的話 那這邊喔 可能漁船不能按太多 按到五燒或六燒 多至八燒 就要看你的後面的封建時代的轉折 該怎麼打而已喔 好 我們來看一下兩邊封建時代怎麼打 那這裡 YO 已經 十七隻村民了 那事實上是十四村 因為這個村民術呢 是包含漁船的 好 那伯伯人這邊是按到了五燒 好 第六燒也按了 這邊看來是要按很多 但是YO這邊挺漁船了 欸 這邊是忘記要按嗎 還是要來打一個正常的戰術呢 那如果是四到五燒的話 可能這邊還是會打一個封建火戰船 好快攻 那伯伯這邊也是來到了 六燒 好 這邊伯伯的漁船移動速度也比較快喔 這邊你看到1.26的移動速度 跟1.39 所以伯伯人在海陸混合圖的表現 其實是蠻不錯的 好 這邊挺漁船 那就意味著 伯伯人這邊是要打封建 那有人會說 欸不是說要按到八燒嗎 那我是覺得八燒是有點太多了 我覺得五到六燒是差不多的 然後 再去補這個火戰船 或是戰劍都會比較適合 好 那YO這邊是 選擇出戰船 可以鑽殘開局 那伯伯人這邊是沒有打算要去爭取 這個還在嗎 看一下 好 這裡是決定把這個碼頭開在兩邊 這樣可以快速的去偵查一下對手的所在地 那如果上面漁船探了圖一下發現沒有的話 待會左邊的戰船 就可以知道它的應該出發地是在下方 這時候YO已經發現敵人的所在地 伯伯也發現了 會拿這個戰船過來打一下 好 那這邊YO是決定補一個兵工場 要趕快早點點下一級射 原戰劍的攻擊力是吃這個一級射的 一級射點一下 這裡繼續追 戰船這個時候是比較需要一些操作的 不能A過去就完事 要稍微手動操作 拉打一下 好 這邊再拉打點掉 上方的 活潑人 這邊是 到了六艘漁船之後 還在火戰船 那這邊就去打火戰船 火戰船過來抓一下YO這邊的漁船 漁船被騷擾到有點難受 正面的部分這邊開始起劍塔 OK 日本果然就是要打塔弓 日本這邊前面的塔弓並不是這麼的有優勢 但是也要點下了銀罐技術才可以增加 箭塔的這個箭矢數量 好 那裝甲 以前日本裝甲塔 是一個很強的一個打法 因為這個步兵攻擊速度很快 所以拆箭如果速度也很快 這邊想要衝進來 但其實上方 是可以走進來 但是波波人並沒有第一時間把上面圍起來 本來是補了一個哨戰 稍微看一下有沒有來打塔弓 如果有的話我就跟你對塔 你走進來 我箭塔就蓋起來了 那YO這邊有點沒有控制住 是因為他在忙著控這邊戰船 所以沒有時間控這個村民 不然這個村民應該是很難把這根箭塔蓋起來 結果射倒了一村 第二村也倒 第三村有機會嗎 趕快收村 OK 結果倒了兩隻村民 這邊已經現鑽兩村了 上方的戰艦兩邊在開打 火戰船的血量掉的有點低 這裡可能有一艘火戰船也要沒了 殘血了 可以修得回來嗎 現在有點吃力 先射村民 回頭打一下 拉回來 走 收掉 但是波波人已經點下了城堡時代了 YO這邊有點慢 慢了一點點 但是聰明上來說 是目前領先的 YO這邊的漁船繼續捕魚 這裡要捕一個新的碼頭 為什麼要捕新的碼頭 是因為要讓漁船 有更近的放魚肉的地點 不用在這邊捕這裡的魚 還要再跑到左邊來 OK 後方三隻村民開始手撕 這裡又有一個村民在偷偷蓋建塔 而且還蓋起來 但是還好裡面沒有太多村民 這邊慢慢補應該是還好 三個村民敲這個遛望塔 右面補了一個伐木場 好 但波波人這邊直接決定斷石頭 這就代表沒有打算要開TC 或是打寶兵 或是插寶防守 選擇了一個先補支援 然後先穩住木頭 好這邊想要打一個零彎塔 波波人直接拉了非常多村民 開始往前衝 但這個箭塔會急射喔 射村民很痛 一下4滴 哇射倒了一隻村民 但波波人這裡沒有打算放棄 村民還是繼續再無情輸出這根箭塔 這個箭塔最後還是可以收下 YO這個箭塔 廢了 但波波人這裡除了入戰以外 海戰也是有在過的 雖然魚船也剩不多了 剩下三艘魚船 大部分的魚船已經被YO給點掉了 好 升級好奴炮戰艦 雖然火戰船是可以打贏YO的戰艦 將YO的魚船趕快跑囉 這裡趕快跑 下面這裡還在捕魚 好 這邊又補了一根箭塔起來 就是為了要碰住波波人這一塊金礦 而且這邊是連環塔 好 這邊同時車第一台要出來了 還有50% 這三隻村民中午要打掉這一隻箭塔 敲了很久 OK 塞掉 扁裡面的人 快扁快扁快扁 要不要卡位一下 好 下方的火戰船 燒了幾艘魚船 但是魚船數量還有六艘 好 後面這隻村民想要把自己圍起來 哇 這個反應 YO直接把波波人的村民給隔離起來了 好 但是這裡又拉了一村過來 想讓對方在後面搞事 再一拳 收掉 好 那YO這邊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也想要來打投石車 然後後面先把這個哨戰給解決掉 不要讓對方掌握自己的行蹤 好 YO這邊有繼續 按 挖入石頭 待會可能會來插城堡 好 那波波人這邊要趕快把石頭也附 唉呦 我再玩 好 附挖一下石頭 不然待會直接寶壓在臉上就很難受了 那現在蓋根寶的話也可以 大概蓋這個位置 也可以防守住自己的門面 這邊這裡有很多礦石 還有這個黃金 好 YO這裡是點下了雙TC 後面捕魚的部分還在捕 木頭的配置還是比較多的 打的就是一個海戰路線 那只要海不死 我的肉就有 我的肉就有 TC就不會有空轉的現象 但是到這個情況下 伯伯人一直在騷擾 其實魚肉沒有辦法很穩定的獲取 這裡要考慮要不要去點個一級農田 然後開始去灑一些田 會比較好 好 這裡投石車長了一發 他換掉一隻投石車 投石車 預判一下 OK WOW這邊被預判成功 現在是一一幻音的狀況 這隻村民有點殘血 後面這兩隻村民把劍塔給修了起來 好 那打一會 伯伯人可以把城堡考慮蓋在這個位置 好 右邊的戰艦又在開打 但是WOW這裡沒有升級奴炮戰艦 所以他的火戰船還在火蒙桶 好 左邊的燒戰應該是拆掉了 這樣視野上來說 YOW就沒有辦法一直掌握住了 左邊這邊就可以偷偷出去開TC 或是偷偷採一些支援 就不要那麼執著於 一定要採這個支援點 但是前提是不能被對方掌握行蹤 這個算是伯伯人做的一個很好的細節 好 雙方雙TC開農 但是肉有點不太夠 一定要撒農田囉 這個田有點慢撒了一下 所以這個TC閒置來到了3分鐘了 剛剛那個時間點提倒掃的話 反擊會更好 但這時候應該是在蠻別的事情 蠻者反擊 這邊戰盡了 一直被騷擾 而且準備要斷肉了 好 YOW這邊肉不夠的關係 沒有辦法升級奴炮戰艦 看伯伯人這邊已經升級好 好 但是他光火蒙桶的數量 也可以稍微反擊回去 量大就是美 好 猴子車 還在修 前方的房子已經被拆掉了 上方的雙TC 還在開新樓 那現在臭名書來說 是YO裡仙 54村對上47村 好 右側看一下這裡 這裡有7艘火戰船 火戰船數量是真的多啊 好 下面有非常多的 火蒙桶 在這邊防守 這裡還沒有要去補魚網 放魚網的關係是 還在沒有確定打贏的情況下 去放魚網很容易虧損 好 這就好像你在投資的時候 還沒有確認方向 就是 欸 我覺得這裡可以 好 就放了 然後就出世拉北 所以 YO這邊的一個細節 還是做得很好 在自己 還沒有確定打贏海淡之前 沒有去放下魚網 就去補魚了 補這個野魚 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習慣 好 那左邊 這裡看起來是補雷跟城堡 這邊本來要蓋堡 但是失敗 勸退回家 欸 看一下這邊城堡是什麼一個情況 OK 把城堡補在了正面 最後還是補在正面了 這個位置確實不錯 博博人這邊城堡補下 海戰部分 好像又打輸了 本來 博博人海戰打贏 現在又打輸了嗎 這裡趕快把殘血的戰艦修一下 有一艘自爆船過來 這個爆破船很關鍵喔 這時候沒有一直在看 看到爆破船了 趕快 活博人這時候去炸一下 哇 全部殘血 這一炸價值連城 被炸到一個戰艦全殘 後面我也來 你火自爆船我也自爆一下 欸 還好及時散開 哇 歪我這邊 可惜了 差點就可以炸到大量了 OK 可以收掉 又一艘爆破船過來了 這一次完蛋 撞到對方的爆破船 然後還撞到了三艘 戰艦 這個自爆船還是有點賺 這個海戰後期喔 自爆船真的很關鍵 所以現在亞美尼亞人 算是一個海戰圖 會比較常出現的國力 好 這裡伯伯人 趕快去偷射一下 這隻偵察村民 這隻村民送掉了 現在YO在思考 欸 那我現在要繼續走什麼路線了 他已經轉出了路頭弓兵 那路頭弓兵的話 那現在用申請 或是戰毛兵 反擊會比較好 如果量太大的話 伯伯人駱駝兔 是很難解的 所以看要不要提防 放個什麼射箭廠之類的 但是現在3T是已經開下去了 所以這裡轉射箭廠的話 很容易就斷村 甚至漏會不夠 �� morph頭也不夠 所以現在YO要做的事情是 先農一下 農一陣子之後再決定要轉後面什麼的兵種 好 僧侶想要招牆 後面招一下 哇 但是伯伯人反應很快 馬上點掉僧侶 後面投資車預判一下 但是又貼近 這裡可以先射村民 村民射掉 投資車回頭打一發 就是一個空包彈 我要直接被駱駝工兵給克制住了 很麻煩啊 這就是為什麼駱駝工兵這麼強大 你用一般工程器升旅 都比較沒那麼好解 那日本人這邊只能打工兵 或者是打炸毛病 會比較好防守 好 外奧這邊是點下了魚王 這裡魚王補下之後 待會補魚速度就會很快了 看到左邊 左邊的位置 這裡有幾隻漁民在補魚 看來YO還是沒有放棄吃撒斯米 畢竟自己是一個日本人 日本人吃魚還是比較舒服的 這裡輪泡 反擊力才一隻駱駝工兵 好 但駱駝工兵已經到處騷擾了 現在YO沒有辦法反擊回去 第一時間只能用升旅 戰毛兵的話還需要時間去做成型動作 那以YO這個情況來說 走戰毛兵是非常適合 畢竟前期的戰艦已經投資了二級射了 現在在投這個戰毛兵只差一個升級而已 但甚至現在這邊升級也很困難 畢竟這個戰毛兵升級也是需要很多弱 這樣光3TC的漏量就怕音符過來 一定要好好再灑一些農田才行 YO這邊入戰開始專心在打 這裡有四隻駱駝工兵 應該是沒有辦法阻止蓋城堡蓋城堡 結果YO是選擇了寶推戰術 好下方的海戰還在打 看起來Wild的戰艦是稍微偏少 好這個TC應該掉了 這裡火火人 駱駝工兵數量慢慢堆緊起來 但是木頭有點爆炸了 趕快灑農田吧 木頭有點爆量 黃天趕快灑 然後先確立下方的資源點 這裡石頭黃金最好是能空下來 好正面有一波打鬥 這裡想要來蓋城堡 但是YO這邊防守防得很好 直接把防守全部圍好 本來想要在中間這裡蓋城堡 然後直接空住兩個城鎮中心 現在空一個城鎮中心就不錯了 好現在被深入插寶 但是波波人不幹事囉 板機回去 好海戰部分大家都是純仙戰艦 沒有一直大打出手 戰艦數量一直有慢慢補 好還有拉了 這個是波波人 帶來一些村民直接手撕投射 後面有城堡喔 這個村民趕快撕了 OK 打掉一台 往後拉 好YO這裡是要先點價城堡時代 把這個帝王時代 好YO這裡賣了一些木頭 藍木頭現在一撮木頭 只能賣24塊黃金而已了 好 左邊兩個修道院 看來決定要走生旅路線了 好YO在上面補了一些劍塔 難道要開始升級防禦劍塔了嗎 好海戰部分 YO好像拿到了一些優勢 看來最後放棄打海戰的是 勃勃人 好這裡有一隻駱駝軍兵走過來 直接卡在了劍塔下方 好 好下方四台奴炮 這裡駱駝軍兵一直騷擾有點麻煩 好等一下來跟蹤技術 招想一下駱駝軍兵 好這個聖駛 聖駛直接自滴 招想直接被中斷 這個聖駛應該招想不到 好現在YO帝王時代還有15秒 活潑人帝王時代還有兩分半左右 聖駛被駱駝軍兵擊殺速度還是有點快 好這邊蓋寶可能蓋到頭破血流 要不要放棄了呢 好最近要先處理掉後面這台同時車 好聖駛一出來又要被點 YO稍微走位一下 但是駱駝軍兵已經要把這邊的聖駛給包圍住了 這裡拉了更多聖駛過來 YO這邊聖駛數可能會死傷非常多 但是奴炮也來到了 好走之前再拖射幾發 好這個城堡最後還是要硬蓋好 好伸到地獄王時代的YO 趕快按聚情投資機 開始拆除下方的城堡 上方也是 開始全面攻城 伯伯人這邊是展出了一些衝車 開始拆除周圍的建築 這手伯伯人點下了群聚堡壘 這樣就可以增加自己城堡的工作效率了 那... 點完這個科技之後 應該就是要狂暴這個... 洛弗弓兵 然後剩餘的肉 全部拿去點出大肉碼 伯伯人的大肉碼也是很便宜的 六十塊肉就可以按一隻了 YO這邊的打法還是比較偏下工程器 配森裡的路線 配森裡的路線 好 正面稍微微微一下 都吃了傻一發 嗚...殘血回家 這個森裡也吃到城堡的傷害了 好 下方的城堡中心不太妙 好 剩下最後一個 好 這裡化學快要好了 火柏人這裡慢慢轉出了巨型頭司機 好 這裡要打一個徒席 抓掉這裡的僧侶 哇 全倒 好 這一波抓的蠻漂亮的 哇 這裡... 真的不轉戰毛兵嗎 看著有點... 膽戰驚心啊 人家伸到帝龍時代 駱駝弓兵還在出 應該意圖很明顯的 還是直接轉個... 奴兵呢 轉奴兵好像也行 但是就是不能轉馬弓 但是戰毛兵還是比較省黃金的 好 這裡奴...奴炮 直接被弓兵給點光 直接被弓兵給點光 好 萬有這時候點下了救贖思想 看來對於招搶工程師有一點想法 還是他是要來招搶建築物的呢 好 火柏人這裡是有火炮的文明 化學也好 火炮反擊巨頭也是輕鬆易舉 輕而易舉 好 萬有這種受不了 點下了戰毛兵 拇指環三級射 化學 最終還是要回歸戰毛兵嗎 工程器太容易被反擊回去了 好 那目前 勃勃人有火炮優勢在 暫時巨型頭司機不能做更多的事情 雖然現在還是可以用巨頭去稍微偷打一下 對方巨頭 但是火炮一過來就很麻煩了 現在他只要三發就可以拆掉一台巨型頭司機 哇靠 這一箭雙雕 直接拍掉兩台巨型頭司機 OK 萬有這裡是有點虧喔 黃金一直耗費在生旅跟工程器上 好 萬有這裡補下了很多的戰毛兵 但只有戰毛兵的話也不太好打火炮阿 好 下方這裡有非常多巨頭在拆城堡 但勃勃人拉了非常多村民想要直接手撕巨頭 這裡巨頭被撕到頭破洗流 但是村民還在輸出 勃勃人這裡面不准太多大羅馬進行反擊 反而是直接使用村民 村民差距已經被打了出來 144村對上109村 村民差距快要來到了30幾村了 好 勃勃人後面布瑞跟城堡 想要當作最後的堡壘地帶 但左邊這塊地區被拿下來的話 勃勃人可能會窮死喔 但正面也被反擊回去 現在有點尷尬 日本人這裡要轉什麼呢 好 先轉出了一個防御劍塔 然後點下了劍射孔 增加一下劍塔的傷害力 好 劍死數量 好 這裡用生女直接反擊火炮回去 火炮被招到了一台 好 這裡用生女直接反擊火炮回去 兩個勝率也是直接倒地 好 戰毛打火炮 火炮這裡有火力優勢 打戰毛兵很快的喔 但這些駱駝弓兵也不想受操作了 直接跟你對A 好 火炮打戰毛 最後還是解乾淨了 好 劇情投資機這邊還在開拆 對 駱駝弓兵數量慢慢回升到了15隻 哇 這裡又是一個手撕火炮 哇 這個火炮又再次被手撕 這隻駱駝弓兵射這些村民射得很開心啊 哇 村民數也稍微被拉近了一些 火柏人這裡的打法非常的穩扎穩打 日本大型劍塔 彷彿就跟有蓋跟沒蓋一樣 其實還是有蓋喔 很痛很痛 日本的劍塔就是強啊 好 下方這戰毛兵 又再繼續騷擾 這裡走過來 火柏人的村民直接往上拉走 撤退 看這邊劇情投資機準備也要拆除這根城堡 火柏人越來越不利 哇 這一波打得還算OK 火槍兵也慢慢轉出來了 這樣打火炮就很輕鬆 三太火炮一次收光 火柏人看到 欸啊 你只出戰毛兵跟火槍 那我就要來轉落馬或者是騎士了 這裡拉了更多村民過來扁 但是一扁發現後面原來有大型劍塔 到處都有劍塔 這個就是日本了 這裡補下一個新的城堡 新的大型劍塔 這裡戰毛兵數量來到了26隻 開始轉農兵了 點下了金罐彈射器 這樣就可以增加劇情投資機的拆裝速度 還有攻擊速度 好 日本鬼轉強弩 這裡非常多的大型劍塔 讓這些肉馬 直接蒸發 即使有三級馬凱 遇到日本的劍塔 血量還是掉很快啊 好 日本強奴中升級好 強奴 打肉馬 還有駱駝弓兵 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最後日本果然是選擇了劍塔 戰毛兵強奴 還有大型劍塔的策略 這個打法打柏柏人 是比較好打一點的 有人說這個強兵出不出 我是覺得可以出的 但並不是那麼的禍切 只要你的弩兵起來的話 還是能打的 OK 這個時候 柏柏人打出了GG 我們恭喜威爾 拿到比賽的這裡 那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由YO拿到資源上的勝利 大概約贏了11000左右的資源量 黃金量的話 贏了大概三個 1130的黃金數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大家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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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